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們用土豆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兩個土豆去皮 然後切片 可以切的薄一點這樣比較容易熟 然後裝入盤中 放入鍋中 大火蒸15分鐘 用筷子扎一下 能輕鬆穿透就已經熟了 再把它倒入大碗裡 用擀麵杖壓成土豆泥 像這樣沒有土豆顆粒就可以了 再少量多次加入糯米粉 把它攪拌成麵絮爪 如果喜歡吃甜的可以加適量的白糖 再把它揉成麵團 如果太黏手可以再加適量的糯米粉 像這樣就可以 再取一小塊麵團 用手捏一捏 再把它揉圓 然後用手輕輕壓扁 再把邊緣捏薄 中間再包上一塊紅豆沙 用糯米粉 用糊口把它捏合 用糊口把它捏合 再把它揉圓 再搓成長條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它裝入大碗中 再準備兩顆雞蛋 攪散 再把雞蛋液倒入土豆條裡 讓每個土豆條都裹上雞蛋液 準備適量的麵包糠 把土豆條裹上面麵包糠 像這樣就可以了 裝入盤中備用 熱鍋放油 然後放入土豆條 小火慢煎 一定要烤小火 要不然很容易糊 用筷子翻動著煎 煎至表面金黃 全程大概需要五分鐘左右 像這樣表面金黃 土豆條微微鼓起 就已經熟了 哇,好香啊 表皮非常的酥脆 裡面非常的軟糯 咬上一口 還有香甜的紅豆沙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